分享一个技巧 快速提升你的800米的成绩 很多小伙伴在跑800米的时候呢 总是觉得后程抬不起腿 非常累 这是因为你在前半程的时候 第一圈的时候呢 就没有做到省力 800米速度比较快 你唇靠不平是不行的 你必须提升你的不服 在跑800米的时候提升不服的关键是 你要让你的脚落得更远 而非跨得更远 很多小伙伴在跑800米的时候 为了增大不服 为了提速呢 总是容易把脚跨得很远 你跨得太远 跨出去之后呢 你后面的脚还得去蹬地 把身体往前蹬 你是比较累的 这种情况你的肌肉就会 有更多的消耗 那如何能在跑800米的时候 不跨步 让自己的不服变得很大 变得很轻松 维持的时间更长呢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点 放在什么地方呢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脚后跟 让你的脚后跟上下移动 减少脚后跟的前后摆动 上下往上 你落下的时候 不但落得远 而且后面脚也会自然往前 这种情况你的不服不但会很大 并且会很省力 所以说在跑800米的时候 一定要在途中跑的阶段 或者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呢 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脚后跟的上下移动 持续的减少它的前后摆动 就让它上下 逐渐去提速 逐渐去提速 对 哪怕是速度很快 也要让它起上下移动 就让它下移动 就让它下移动了 就让它下移动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